他刚过不惑之年就被确诊为猴癌 无奈之下他只能将喉咙全部切除 没有喉咙的他陷入了无语的深渊 他才能重新开口说话 失去喉咙的他究竟怎样发出声音 敬请收看走进科学 吴猴新生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您看咱们现在的文艺表演舞台上 各种表演形式都有 有什么话剧 音乐剧 舞蹈剧 相声剧 但是我觉得特别可惜的一个什么呢 就是我小时候特别喜欢的一位演员 他所进行的表演艺术形式很难看到了 那就是雅剧大家记不记得 雅剧里面我觉得对我们中国人来说 最有名的恐怕就是王景宇老师了 他曾经在某一年的春节晚会上表演过吃鸡 整个表演一点声音没有 但是你觉得好像你进入一个非常丰富多彩的艺术世界当中一样 但是我们说王景宇老师他肯定是会说话的 只不过在这个表演形式上他不能说话 但是你想过没有想过 我们在惊叹这种表演艺术的同时啊 如果有一天您不会说话了 那该怎么办呢 在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五官医院的病房里 聚集了这样一群特殊的人 虽然他们没有了喉咙 是依然能够畅所欲言发出独特的声音 失去了天生的发音器官 他们是如何实现发生愿望的呢 陈金明家住哈尔滨市的郊区 一直靠种地卖菜为生 每天夫妻俩都要把自家的菜拿到附近的市场上 虽然生活不算太富裕 但是因为陈金明屈苦耐劳 家里也算衣食无忧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 就在女儿刚考上大学的那一年 老陈的嗓子突然开始疼了起来 他经常靠消炎药和润喉片缓解疼痛 可是情况却丝毫没有好转 平时老陈总是感觉声音嘶哑 有时候甚至连话都说不出来 嗓子老哑 就是一卖菜一喊啥就哑嗓子 往我说咱俩去看看去吧 往我说我领他上医大学院看见 一检查说是 好像就是没长东西 反正说你等到时候说到秋天 你一直老忙啊 成天种菜老忙 到了秋天 一检查说长东西了 说是猴癌 猴癌 这个听起来就让人毛骨悚然的字眼 让妻子的心顿时凉了半截 丈夫还很年轻 一家老少都靠他 是家里的顶梁柱 他不相信丈夫 怎么就忽然得了癌症呢 你马上脑子嗡下了 就是这么点儿 说他得这病了 你心情很不好受 总想到 有时就还得饿 偷点泪哭 怕他发现看见 猴是位于烟和气管之间 包括声带和软组织在内的发音器官 猴癌就是在猴部产生了恶性肿瘤 必须要将病变部分手术切除 好在陈金明的喉癌发现即时 喉部的病变范围不是很大 在保留喉部的基本功能的前提下 医生马上给陈金明做了半喉切除手术 虽然切除了一半的喉咙 可是对陈金明的生活 丝毫没有什么影响 他依然开心地做着自己喜欢的事 然而没过几年 他的嗓子又出现了状况 这一次老陈却没有那么幸运了 猴部的情况远远比上次要严重的多 左侧声带以及那个劈列 就全都长满了牛子 如果你要是不及时治疗 那么他可以出现呼吸困难 那么可以引起死亡的 那么如果他也出现颈部转移 引起大血管的出血 那么也可以引起死亡 当时大夫一说 我说这不是人这完了吗 我就自己好像就控制不住就哭了 这家不晚 那么全靠着塌呢 就像天要塌下来似 由于陈金明的喉癌已经进入了晚期 癌细胞已经扩散到了整个喉部 如果继续向其他器官扩散 后果不堪设想 只能尽快进行全喉切除手术 这对陈金明来说 简直如晴天霹雳 因为如果再把剩下的半个喉咙也切除掉 陈金明知道这对他来说意味着什么 如果这个喉头没有了 那么他就可能失去语言能力 所以当时呢他就不能接受这个手术 不能说话 他宁可我不做了 我就说死了我也不做 喉是人体及呼吸吞咽和发音三个功能于一体的重要器官 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发音功能 当人体肺部的气体冲击喉部声带的时候 喉内的肌肉就会主动控制声带 从而产生振动 然后在口腔鼻腔等构音器官的配合下 最终发出圆润好听的声音来 其实要说喉癌啊 他虽然没有说像肺癌肝癌来的这么凶猛 但是呢 他对人的影响却是非常大的 因为你会出现功能性的损失 刚才大夫也介绍了啊 我们说得喉癌的人呢 一开始可能只是觉得嗓子有点哑 不舒服 喝点水 吃两片药 跟感冒一样就过去了 但是等真正发现的时候 往往都已经是中晚期了 这个时候最好的方法 可能也就是进行手术切除 全喉切除 这样一来呢 你就失去了啊 本身发音的功能 你也就失去了 可能呼吸的功能都要受到阻碍 怎么办呢 那我们首先把外部的这个皮肤切开 这有点像气管切开树一样 然后呢 在本身呢 把这个气道挪出来 让它从这个地方来进行呼吸 当然了 我们说这个伤口本身它会愈合 气道直接暴露在这 也不利于健康 那怎么办呢 有这样一个金属的东西 给你搁在这个地方 然后呢 实际上呢 你的呼气啊什么的 全靠这来完成了 所以一旦有了这个啊 你就必须得在生活小节方面 特别注意 千万呢 不能感染了 当然也不能呛了 有水 你洗脸上水进去了 直接进肺啊 那多可怕啊 对吧 另外一点就是 你做了这个拳喉切除之后 声带没了 声带没了 这个震动就没了 这个震动一旦没了 你就没有声音了 在这种情况 你不会说话了 举一个很著名的例子吧 非常有名的当年江坤老师的搭档啊 相声演员李文华老师就是因为做了拳喉切除手术 不得不忍痛离开相声舞台啊 那么对于老陈来说 同样也是如此 虽然老陈不是像李文华老师那样要上台表演的 但是人与人的交流靠什么 不是单靠笔啊 还要靠说话啊 更何况 他原本会说话 这一下子突然不会说话了 他能受得了吗 说不了话 有这个人围住这个家 能照顾我们娘几个 下海星高级手术 2005年7月8日 对于陈金民来说是个绝望的日子 因为就在这一天 他接受了拳喉切除手术 也就是从这一天开始 开口说话 不再是他与生俱来的本名 而是成了他永远的回忆 手术后陈金民住进了吴侯病房 虽然他的命暂时保住了 可是他却陷入了另一种痛苦之中 很灰心啊 很绝望的 因为那么年轻的年纪呢 就得了可以说是在常人眼里看起来 可以说是绝症 那么这个疾病 那么当时我觉得他很悲观 手术一个月后 陈金民脖子上的伤口渐渐愈合 他可以出院了 然而他却永远失去了喉咙 今后一直陪伴他的 将是这个铁质的器具 从此后 他只能通过脖子上的出气口进行呼吸 因此也永远失去了嗅觉 为了防止灰尘和其他物体误入气管 他必须用一块特制的纱布盖在上面 尽管这些给他的生活带来很多不便 但与此相比 没了生带无法开口说话 才是他心中真正挥之不去的痛 面对所有的委屈和痛苦 他能做的只有沉默 在陈金民逐渐康复的日子里 他开始封闭自己 不愿再出门 也很少和别人接触 由于不能开口讲话 陈金民和妻子之间原有的默契也荡然无存 他们经常因为一点小事就发生争执 有时候因为妻子不能及时领悟到他的意图 陈金民往往会非常急躁 甚至还会生气发火 一啥就急啊 来气了又 听不明白 早些那多不骂人啥 这可有事骂人呢 既不能开口说话 又不会写字 让陈金民一次又一次感到无助和孤独 他只能用更多的汗水来发泄心中的郁闷 然而时间越长 他想与外界沟通的愿望就越强烈 但是没有了声带 重新说话 对谁来说都是一个难题 究竟他该怎样才能发出声音呢 让他吞咽气 咽气的这个气呢 就是存留在食道这个部位 伸出到以后呢 再让他腹部一收缩 到胸部的腹压以后呢 把那个气道的 食道的那个含的那点气呢 让他冲出来 冲出来以后呢 他就可以冲击那个食道入口 或者是喉咽部的黏膜 那么就可以发出这个声音来 为了让老陈呢 多少还能发出点音来呢 医生就给他安了这么一个发音钮的东西 拿起来看着呢 很简单 他的原理呢 其实说白了呢 也没有什么难的地方 关键看在于使用者呢 我们看啊 其实就是现在呢 我们说人的食道和气道本身是不通的 但是实际上现在有了这个东西之后啊 在老陈这个位置 他就变成通的了 我们可以看到呢 这边就是一个孔 可以让气体的通过 而这边呢 有这么一个反向发样的一个膜片 这个膜片的作用是什么呢 气流从外部进来的时候啊 这个膜片它能够打开 让气流呢 能够进入到食道当中去 但是呢 吃饭的时候啊 你想汤汤水水的食物这些东西啊 哎 你不能拿它从这进入气道啊 那样人不就会出现腔壳 这种症状了吗 不就容易引起肺部感染了吗 那这个片因为是个反向发门 所以说呢 哎 这样呢 这些东西啊 食物啊 就不会进入它的气道当中了 那么当它想说话的时候呢 就拿手啊 捂住这个地方 让气流呢 不是从这喷出来 而是让气呢 寻找到这个出孔啊 从这进去 进去之后呢 就到了食道里头 通过这种食道的震动呢 来发生 这个听起来呢 简单的原理就是如此 但实际上啊 根据每个人具体条件不同 也就是带来这个 也未必能够发出很好的声音来 发音钮是通过手术 在气管和食管之间 安装的一个橡胶钮 为了让肺部的气流进入食道 发音时必须用手 堵住颈部的切口 让空气通过发音钮进入食道 然后利用食管棉膜褶皱的震动 发出声音 术中呢 我们就给他安了一个发音钮 是吧 就是为了让他说后说话 但是安了发音钮以后 这个病人的说后 他还是说不了话 尽管安装了发音钮 但是这个小小的发音器官 还是没能帮助陈金明 再次说出话了 甚至连最基本的声音 都发不出来 发音钮的使用并没有给陈金明 带来什么意外的惊喜 因为使用不变和效果不佳 陈金明最终还是放弃了 但是这次失败并没有打消 陈金明练习发声的积极性 于是在医生的推荐下 陈金明开始尝试另一种发音方式 那就是借助电子喉 发音音钮不行怎么办呢 他就怎么办 他就用这个电子喉 这个电子喉他也用了一段时间 他练了一段时间 他觉得这玩意也是不行 怎么早也早不出这个劲来 电子喉就是利用音频的震荡 形成声音 再通过人的口腔等构音器官 形成语言 这个稀罕宝贝让老陈爱不释手 他整天练个不停 尽管这个发音器看起来很简单 但对老陈来说 用起来却不那么容易 一个多月以后 老陈还是只能发出这样刺耳的声音 摄像机器人是望声望气的 像那个电子喉呢 有时候机器声音比较大 而且呢 它不接近人体那个声音 就是它没有阴阳顿挫 就是一个声音 虽然电子喉比较容易发出声音 使用起来也很方便 但是在使用中 需要时刻掌握按压颈部力度的大小 稍有不适就会产生刺耳的噪音 而且电子喉发出的声音十分沙哑 有时甚至无法听清发出的是什么 这让老陈十分烦躁 他又一次陷入了痛苦的期待之中 尽管老陈非常迫切地想发出声音来 可这对一个丧失了语音功能的人来说 又谈何容易 就在陈金明几乎绝望的时候 有一次他却突然出声了 就是这一次非常偶然的经历 让老陈又重新燃起了开口说话的希望 据说当时这老两口子可能是因为什么事情 老陈的爱人多说了几句 老陈当时正好没有带着那东西 着急 一着急 喊出来这么一嗓子 呦一听 原本是挺生气的事 大家突然都特开心 你会说话了 你可以说话了 想一想 老陈也好 还是他的夫人也好 当时得多高兴 但问题就在于他的声音是怎么发出来的 我们说正常情况就好像气球一样 我们说吹完了 这就相当于咱们的肺 咱们怎么说话 就等于是我们把这两边 气球嘴的部分想象声声带 这个声音 气流一吹动 本身声带这么一震动 当然这声音不太好听 它就能够靠震动 发出声音最基本的元素来了 那么气流再把声音往上推 包括声音的传导 到了我们的口腔鼻腔烟腔 经过我们这一系列的加工之后 就能够说成词 说成字 说成劲了 大家听起来就很好听了 可问题是老陈已经失去了这部分的功能了 没有这个声带了 他的气应该就是扑直接出来了 他推动了什么东西 让他发出了啊 这样一个声音 他只能自己来吞咽一部分气 吞到石道里面 然后呢 这一部分气体呢 再挤压出来 然后通过 咽部的 就是嗓子的 嗓子的一个黏膜 一个震动 那个把它当成震动器官 当成声带 所谓的声带 那么震动了 然后再从口腔一个勾音 原来经过多次练习 尽管有的方法并不适合陈金明 但是他还是通过自己有意识的训练和反复琢磨 加上自己的领悟 从而找到了发音的诀窍 这让陈金明喜出望外 这个就是一个打嗝的一个原理 你看我们有时候被有气 一打出个嗝 是不是就有声音了 所以就告诉你 这是打嗝的原理 所以通过这几个方法 指导他以后呢 他练了几次呢 就可以发出声音来了 通过使管窥视镜 我们看到了 打嗝时使管所发生的变化 每打一次嗝 使管口就会产生一次急促的收缩 就在收缩的同时 震动也会随之随之流 而陈金明能够发出声音 也正是得益于 这使管联膜的震动 因为就是他起到了替代声带的震动作用 这种类似打嗝的发音方法在医学上被称作 食道发声法 就是控制住自己吞咽到食管的气流 冲击食道粘膜 从而发出声音 经过不断努力和练习 陈金明不仅可以再次发声 还能说出话来了 这对于陈金明来说如获新生 他迫不及待的到早市上去给妻子帮忙了 然而实践的结果却不尽如人意 因为市场上人多嘈杂 刚刚学会说话的陈金明声音非常小 如果不看他的口型很难听清他的意思 这让妻子非常着急 因为每次老神说话的时候 都要吞咽一口气 所以声音非常小 而且不连句 为了像一个正常人那样交流自如 陈金明义无反顾练习着 每天去市场卖菜 是陈金明练习的最佳时间 他开始有意识地去控制自己的气流 让这些声音变得更响亮些 自己就 他就很 就是好像 意思是非得我把我能练会了 能说话 让大伙能听清楚了 这样自个下定就去练 一点点就练那声音就大了 咱也都能听清楚了 你说话 不能不说声 想干啥就跟他说 说不明白 除了啥你才听不懂 他还是你说说你 慢慢说就会了 经过不断 经过不断雕琢和反复练习 老陈发出的字音渐渐变得清晰 孙艺所带动的气息也越来越长 话也越说越顺 这一段时间是一个很长的时间 是一个几个月的时间 甚至一年的时间 所以他这个就像我们小孩在学话一样 他不是说一天两天他就能说出来 他是一天学一个字 两天学一个字 慢慢慢慢极少成多 他就成为一句话了 以后呢 现在就可以自由的这种交谈了 不久后 陈金明终于能自如的与人交流了 尽管他失去了喉咙 但是重新说话的愿望终于实现 一点点就听着了 声音就大了 现在就啥都能听着了 能不能干活了 啥都能干 现在啥也不得了 吃一吃干活 啥也不得了 跟这一样 重新开口说话 对陈金明来说是幸运的 他对生活又充满了希望 他迫切地想把这个好方法 告诉那些与他同病相连的人 于是老陈经常去医院 鼓励那些无猴患者 把自己练习食道发生的方法和体会 告诉他们 希望这些无声的人 也能像他一样 早日重新开口说话 老陈现在不仅自己能够说话了 而且还希望能够带动更多的人说话 现在在哈尔滨尼克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专门成立了这样一个无猴患者俱乐部 鼓励这些没有猴部的人 都凑在一起 大家交流经验 看看你能不能说出话来 你说话能说到什么样的水准 那么老陈现在就成了他们当中的志愿者了 经常去与大家交流自己的体会 而且可能很多人也觉得我已经没猴了 我是根本不可能说话的 不老陈说了 你看了吗 我就可以说话 其实由老陈这 我又想到了当年李文华老师 虽然也做了拳猴切除术 但同样估计他的方法应该是跟老陈差不多的 又再次重返了相声舞台 其实我们说生命当中可能在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绝望 但是如果只要你有勇敢走下去的这个决心 也许奇迹都是由你自己就能够去创造出来的 好 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请您继续关注中央电视台客套频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